爱奇艺敢将周生如故放在暑期黄金档播出 就遇见了它在古偶剧中有一争之力 事实上电视剧播出后的成绩也是现而易见的 虽然有全民都在追的悬疑剧扫黑风暴 与现代偶像剧你是我的荣耀与其竞争 但它妥妥地占据了各大电视剧排行榜的前三 将前期播出的古装剧《御楼春》和《与君哥》压得死死的 这部剧除了大IP剧本给力 角色设定更加讨喜出色 小男陈王周生辰不光是文物全才还不花心 有正义感和大剧观 女主垂实宜温柔可人 从小只安恋周生辰一个人 如果不是黑化后太子的阻挠 男女主未必不能成为一段佳话 而且除了剧本人设上家以外 男女主演员又是业内公认的演技派 还要强调的是 两个人的眼神惯会开车 更擅长在营造氛围的时候进行眼神拉丝 也为电视剧贡献了很多的热搜话题 与正剧中和谐美满的场景相比 花絮中的白露和任嘉伦绝对是拆台组合 周生如故一开始有一场戏 是垂实一困了 慢慢依偎在周生辰腿上的情节 剧中的两个人情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但是花絮中任嘉伦就无比杀雕 看着靠过来的白露惊叫 这是碰瓷 真的好想打他呀 不过也不能怪任嘉伦对他如此提防 实在是因为白露是北京大牛般的豪爽性格 只要不是实拍就会回归搞怪本心 再加上这个人笑点又特别低 常常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哈哈 真的很影响任嘉伦的拍戏情绪 所以防他快成了本能 虽然白露一直被规划为演技类演员 也诠释过多种角色类型 比如他眉红之前在大王不容易中的刁蛮厨娘 早期西游记女儿国当中的跋扈捉摇师 他一直没找准自己的定位 但是招摇这部剧拯救了他 剧中复活的女魔头陆招摇 是反套路女主的代表 性格嚣张板户 做事也单凭自己的喜好 尤其是书迷 原本不期待有人能复制书中的鲁招摇 但是白露穿上一身红衣 扎了一个简单帅气的马尾 就将女魔头这个邪美的形象 远之远味地复原了 这部剧也让他顺利出圈 认识到属于白露的霸气 所以在这部《周生如故》中 尽管前期 他将名门淑女的垂师一眼的有张有迟 但愿整个剧中 还是他穿一身红衣跳楼 去寻死去的周生辰最为惊艳 看来白露还是适合演一些烈性 或者霸气的女生角色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御楼春》中 他演的全能女主司奶奶 虽然也能文能武 很机灵善于宅斗 但是角色却没有出挑的个性 所以看起来总觉得差一把劲 影响了白露的发挥 不痛不痒的很是遗憾 感觉像白露这样的个性演员 还是要挑适合自己个性的角色与剧本 这样才不会浪费演技 消耗自己的流量热度 也有利于他个人的演艺发展 感谢观看